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韩威 节目开头呢 咱们得先跟大伙说个事 这节目开始之前呢 这编导就跟我说了 说咱们节目的忠实观众 老张消失了 然后就塞给我几个小纸条 我一看这上面写的啥呢 老张 癌症中期 不开刀 神秘消失 你想啊 这几个词联系到一起 我估计圈友们跟我想的一样 癌症晚期 又没开刀 又神秘消失的话 这没有什么特别理想的结果啊 但是结果 还真就恰恰不是这样的 那编导告诉我了 说老张这是病好了 出去旅游去了 我这一打听 江湖中有一个高人 人送外号 断肠人 他就能让你癌症中期的患者 不开刀 还能够康复 大伙一定都特别好奇 是不是 都别着急 此等高人 已经来到了咱们的节目现场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今天的做客嘉宾 是我们北部战区总医院 府外科主任 张成医生 欢迎 本期特药嘉宾 张成 主任医师 医学博士 北部战区总医院 普通外科主任 现任中国医师协会 医学机器人分会常委 全军职肠病学分会 专业委员会常委 中国医师协会 所以我们请来了 这位高人所谓和学士的 大伙可能不知道 你说人师五股杂粮 每天吃进去的这些食物 都要经过咱们的肠胃 随着这些年的大量科普 我们对于胃的保护意识 和预防意识有所提高 可是这紧随其后的大肠 您有没有关注过呢 主持人您说的非常有道理 这个随着我们国内啊 生活水平的提高 我们实际上 每家的生活水平啊 都到了大幅的改善 那么就意味着呢 我们的隐私结构 已经发生了千帆地覆的变化 那么我们大肠癌的发病率呢 也会越来越高了 现在呢 节肢肠癌已经在我国的发病率 达到非常高的程度了 排名达到全癌症的普的第三位 而且在发达的程度呢 节肢肠癌的发病率 可能已经达到第二位的程度了 那么平均而然呢 这个患癌的年龄呢 也越来越低 那么我们今天呢 前面提到的这个病人呢 就是一个节肢肠癌的病人 可能这个直肠 一直被大伙所忽视 这个直肠就在我们人体当中 离肛门最近的这一段就是 对不对 是的 是这样的 随着这个发病率的增加呢 节肢肠癌的病人呢 我们现在接触的是 越来越多 如果早期发现了节肢肠癌呢 我们可以通过内经压治疗呢 很好的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呢 如果要是这个达到中晚期呢 那么治疗上就比较复杂了 尤其呢位置比较低的直肠癌 那么治疗的困难会更多的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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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